我做一个总结 刚才先回答一个学员的问题 他说是别人怎么睡三个小时就够了 他老睡不醒 通常跟师父学了几年的人 然后你的体内的仓库 上中下三个丹田还有五脏六腑 怎么地也是沾了点光 除了点能量在里面 所以在特殊的这样的一个 像我们说的阿派这样的一个 特殊的地灵点的地方的话 那你因为里面已经是有种子了 所以它是经过这个计划以后 它快速的膨胀 那你就基本上一旦我们叫神祖不思眠 那你就会基本上睡三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就够了 再睡就睡不着了 那这个就是达到了一个神祖不思眠的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位同修因为他接受我们比较 时间比较短 那基本上他是属于严重亏损状态 就是这个 就像一个干枯了多少年的小苗一样 然后突然遇到水了 就拼命地去吸那个能量 那当然你这个要快速的补充的话 那你就只有在无微态中 那这个无微法里面补充是最快的 所以就需要睡觉 每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当你确实很干旱的时候 你需要大水慢灌 你就使劲灌自己 就使劲睡觉 那这个是解释一下 那么为什么你跑到第零点上 反倒又不能睡了呢 这个我们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冬季 加拿大这样特殊的一个时空场中 去修炼的时候 不是你睡不着 主要在外面 冰天雪地之下 谁都睡不着 那这个不是说在那儿再去睡 在那儿睡呢 这个你的胃气就会跑到体内去了 人就会冻着了 就会寒着了 所以是在屋子里呢 因为有这个屋子的保护 气温也调高了 所以是你睡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实际在这个冰天雪地里面打坐 那么是需要很清醒的打坐 但是这个时候呢 和普通的胡思乱想不同 那你就是没有胡思乱想 自己心境特别的宁静 在宁静中又特别的清醒 是这个时候才容易开智慧 所以说我们要使自己的这个能量上到大脑 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开发自己的这个智慧 否则的话你就是整天在新加坡这样的环境中 整天昏昏沉沉 那么这个智慧是开不了的 就变成 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专业术语 就是都是不乐不乐的 对吧 你们这个这里产的一个成语叫不乐不乐的 这是到你们这儿才学会了 这个确实在新加坡这样的热带地区 是很容易不乐不乐的 这个能量不容易上到大脑里面去 你的神不能得到饱足的精气化成的能量的话 神不足 人就容易昏沉 这是就这个同修的一些问题 那就做一个回答 那么时间的关系 所以大家在总结的时候都没有完整的总结 所以这种总结会呢 大家以后要注意 就是一定要从时间地点上 有一个排序去总结 那么比方说你在这个 罗伯森三那个点是什么感觉 对吧 你要去那个时间空间去认一下 叫认证认可一下 那么这个 然后呢 你在哥伦比亚平原是什么感觉 那么你接着去了这个班福镇是什么感觉 那你去了路易斯湖是什么感觉 那你是在阿派是什么感觉 在西达浩斯是什么感觉 那么你到了这个文革华之后的松极山是什么感觉 松极山下面那个湖是什么感觉 到了那个新典的这个公园 伊丽莎白女王的这个公园 你是什么感觉 在有什么所得 那么你到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刚才眼前讲的那个公园 那应该是维多利亚什么公园 在海边上的那个龙脉 让大家去体验龙脉县 那你是什么收获什么感觉 那么你后来去到了那个真正的 温哥华的中心点 那个龙珠那儿 又是什么感觉 这个在总结报告会 大家以后今后要 你至少要分这么几个点 那你就把这个时间空间就做了一个综合的一个总结和汇报 而不是抓住了一个点去讲 那你就是应该全面的去进行一次对这个修炼之旅的这个总结 之前相关的场合呢 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东北这条龙 那么我们从全球的这个大格局上来讲 当然有人说须弥山不在地球上 那么须弥山在哪里哪里 这个如果是务虚的去讲 务虚的就是你抓不着 你看不着 你听不见 你抓不着 这样去讲 须弥山真的不在地球上 那么在我们这个140亿年的宇宙里面 它有一个地方去寻找它 但是这个基本上是人类是没有办法 使用现代仪器去寻找到这个须弥山的 但是按照全息理论 我们叫全息预言四处方法论 全息理论上来讲 那么宇宙是一个巨型的一个生命体 那么它这个按照全息规律来讲 我们人体是一个小宇宙 在人体内就有须弥山 所以不是说一定跑到外面才找那个须弥山的 那么我们既然是一个全息宇宙 宇宙长什么样 我们就长什么样 那宇宙有个须弥山 那你也应该有一个须弥山 在你的身体里面去找这个须弥山 那么在人之外扩大一个大一点的宇宙 就是地球 地球是一个实相宇宙 它也是整个宇宙的全息缩影 那么在地球这个相对的空间 也有须弥山 也有须弥山 所以我们学佛法呢 一定要务实地去学习 你不能宠虚地去学习 就是把它都学成虚无缥缈的东西 根本找不着的东西呢 那就完蛋了 那我们就抓不住根了 抓不住这个干了 那这个就成子虚无有的东西了 就修成空了 修成空了 修成空了 你就抓不着什么东西去修炼了 按照这个理论来讲 咱们地球上的须弥山在哪里 须弥山是这个世界中 我们的叫小千世界中的最高的地居山 地居山也就是说 一地而居最高的山脉 这样就叫虚弥山 所以从这个智慧上来讲 我们身体外的地球的虚弥山 它就在喜马拉雅山 因为它是地居天中最高的 海拔八千多米 围绕着这个 这个喜马拉雅山 它在四面八方 还有八座八千多米的高峰 那么这刚好是成这个 对角线对等这样的一个方位 然后围绕着喜马拉雅山 而组成的一个群山 在它的北方 南方 西方 东方 东北 西南 西北 这个东南 相对的 这个有八峰 加中央 喜马拉雅山 是九峰 九个山峰 海拔都在八千米 这个大家将来有机会去研究地球 这个地势图的时候是可以看得到的 那这刚好呢 对应着我们全西宇宙中的 就是在道立天宫 有三十三重天 道立天宫 有三十三重天 道立天是我们在地球之上的第二重天 那么第一重天叫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呢 它是在这个道立天的山腰的四个方向 有四大天王天 海拔对应着是因为山的半腰 所以我们对应着地球的八千米的这个高度的话 刚好是在四千米这样的高度上 四千米这样的高度上 那这就是叫四天王天 四天王天 那么在地球的这个 我们想对应的这个高峰 海拔四千米的高峰 那么在我们地球的八个方向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八个方向 都可以寻找到这样的高山 比方说我们之前去过的台湾的玉山 那就是海拔将近四千米 我们上次去尼泊尔的这个黄亭点 那个海拔也是三千九百多米 将近四千米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地方呢 相当于四天王天 以及它的从属的八天 那么里面的这个 我们叫第一重天 上面的道立天是第二重天 叫地居天 那么每一个八个方向的山峰 每一个山峰分四方 所以是总共有八个 叫四八三十二天 平面的三十二天 再加中央一个天三十三天 平面三十三天 那么相对应的 这个人间地球上的道立天空 那么就是在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 整个青藏高原上 那么昆仑山 刚好是在山伴腰的四千米左右的地方 昆仑山是向东方向的四天王天 就是东方 东方这个多闻天王的天王天 那么还有北方 还有南方 还有这个西方 都有一个海拔四千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围着喜马拉雅山 所以是这个大家一定要务实 在地球上要务实地认知这个大地里 当然在我们体内也对应着有个虚弥山 那么这个我们在《黄庭经》中看到的 我们黄庭所出的地方 就是一个它叫高翠威 高翠威 高翠威就是指的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顶 那么海拔八千米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在地球上的道立天 那么在因为它是地居天 地居天在往上没有土地了 没有高山了 上去就是空居天了 第三重天夜魔天就是空居天了 第四重天道立天宫 那也是空居天 是在云彩中间展现出来的 随处结香云 这样展现出来的一个有象的实体的空间 里面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地居天在哪 地居天就是我们的下腹腔 在黄庭 黄庭是最高的土 叫高翠威 那么就是道立天的天宫 中央天宫所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黄庭 这是在体内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入山修炼 我们在黄庭经中也是看到了 要入山 你们在诵黄庭经 人间分分秀如如 你要早些入山去修炼 那么我们为什么带着大家远离 红尘去山中修炼 实际上都跟经中是相对应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才能远离电磁波的辐射 远离这个飞机的噪音 城市的多种汽车声的噪音 各种机器设备的噪音 在完全一个天和地 都宁静的地方去修炼 在人间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地方了 但是你们去了这个沟登谷 在我们的这个黄庭那个点上的话 确实是什么噪音都听不到的 连汽车声音都没有的 那么这个电磁声音也没有 飞机也是没有什么飞机在那飞过的 那真是一片人间的净土 那么刚才讲的 我们回到中央喜马拉雅山这个位置上 它是一个中宫 中宫地往北往南往西往东 分成四个正方向的龙脉 这就是东方龙脉 西方龙脉 北方龙脉 南方龙脉 南龙是从尼泊尔下来 一直走泰国 走马来西亚 走新加坡 实际上真正南龙 终点 它回头的地方在哪里呢 海拔四千米的 我们在沙巴州 马来西亚的沙巴州 有个神山 那个点我前几年去过 它走到那个地方才回头了 那么这个解血呢 就是在金马轮 那个是海拔两千米的地方 是它的解血地 那么这个北方龙 是我们去年去过的 就是欧罗斯 欧罗斯 那么最近可能你们 我不知道有没有追踪这些科学报道 最近在科学界有一个很热门的一个报道 就是我们地球磁场在变化 已经从这个多少年前 从北极 是从加拿大那个地方 应该经过了多少年的漂移 现在已经漂移到了俄罗斯 俄罗斯为北极 这是由一个偏到回归正的一个过程 因为喜马拉雅山往北方向的这条龙 到乌拉尔山 那么截血 那也是乌拉尔山 也是两千多米的高峰 所以在那个地方的话 这个是四正 也就是说 从喜马拉雅山往北方发脉 走俄罗斯就对了 从俄罗斯北只归 北极 这是导正的 地球由原来偏邪导正这么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 前这几百年是偏的 现在才回归正了 回归正了 然后呢 这一正以后好了 为什么 我们由偏邪的地球词上 变成了四正 四方四正 这样的一个人间正道 开始昌行的一个时代 你们要看这些世间的科学报道 这不是我报道的 你们现在去搜这个 回去搜谷歌 用英语 去了解地球词上的转变 你们看一下 这是科学界的报道 这个 记得我很早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讲过 是人能宏道 不是道能宏人 所以这个地球上一定要有一批能人 这批能人 他要和天地能够连接 然后天地歪了的东西 要通过这一批人把它震过来 这才叫人能宏道 这批人是什么人呢 这批人他必须是圣贤人 也就是不追逐世间的名和地 不是为了谁给了多少钱去干 为了出名去干的 他是为了这个地球这个磁场的导正 偏邪了以后 人心歪了 身子骨歪了 现在要把它导正 它是成天命 就是法界宇宙的使命 使它来导正这个事件 所以是天底下要有这么一批能人 要有这么一批圣贤人 才能够真正帮助地球这个物理场 回归到正的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大家忽略了你们在这个世间的作用 你只觉得你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你是一个吃饭的工具 你还是一个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这个宇宙立一个正道的这么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如来的种子 但是大部分人是怀揣着这颗种子 一生冤枉而死 从来没使自己的如来种 向深信的土壤中 扎根 然后去开花去结果 所以你虽然有如来种 你拜见了 糟蹋了这颗种子 使它一生没有开花结果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自大 我是如来 众生都是佛 众生都皆堪作佛 但是你忽略了 你那只是一颗种子 你可以长成苹果树 长一堆苹果出来 但是你目前你只是一颗 小小的苹果种子 你需要一片深信的土壤 去把它埋在土里面 埋在土里面去以后 你要给它水分 你要给它阳光 给它肥料 使这个种子才能够 真正的长成小幼苗 然后再保护好它 它才能长成一个餐天大树 它才能长成一堆苹果 所以很多的 现在学佛的也好 学到的也好 都只是怀揣着一颗种子 而没有使这个种子 开花结果 为什么 你缺失了一个圆钉 缺失了一个伯乐 来赏神这个种子 来帮你栽培这颗种子 也就是天底下 现在明师难求 日月明的明师难求 出明了 瞎掰扶的 名气大得很的 有的是 但是它不会帮你种树 不会帮你开花结果 你还是冤枉着自己是一个小小的种子 满足在种子上 而死亡 肉身败坏 肉身死亡 浪费词 较败较 较满人身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这些人 这群傻瓜 是和世间各派不太一样的一群人 这群人要干什么 要替天地立先 要替生民立命 要替我们这个冤枉的 有怀传着如来佛种的 这样的一群人 说搞个讨个说法 找个出路 我曾经引导过你们 就是你们放眼 看你们遇到的身边的各个修炼机构 各种宗教团体的组织 有谁在真正的为天地立先 有谁在为这个生民立命 站着说话 不腰疼的一群人很多 但是真修实干 能够给天地立先 能够给宇宙 给地球正常的人 你们要去寻找 所以希望在你们这些人身上 你们不要再自卑自贱 那么你们是被选中的一批人 这是你们的荣耀 因为你们的根基在那个地方 说是你们和那些只有如来种的人不同 你们还懂得去把种子种在深信的土壤中 使它开花结果 将来你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你们可以开自己的佛花 结自己的佛果 替这个宇宙立个正回来 不要再这么偏斜着 歪着个身子 弓着个腰走路 歪着个身子做人 所以大家从这一则科技报道上 你们要知道 之前的地球场性 此场是个偏斜的 我们用了大概几年的时间 走遍了东西南北中五方 走遍了东北西南 西北东南四激方 踏遍了地球上的九条龙 我们终于在今年 导正的这个方向 从尼泊尔那个时空场开始变化 所以我们看到了科技报道 已经是为我们做了一个证明 就是地球场性 现在正北方磁场 通过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 指向了北极星 你们应该有一个掌声在这里 掌掌记性 掌掌记性 不要小瞧人 这个世界理论人 所以你们是要尊贵自己 从凡夫的知见 从凡夫的想法中 要赶紧脱离出来 为这个宇宙 为这个地球 为这个140亿年的宇宙里的生命 得回归 得到成就 立下大远 所以在这样的大前提下 我一直在引导着你们 从习马拉尔山为中心 来看八方 我们的格局 我们的格局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球 物实的一个八方九宫 这样的一个格局中 来看待整个地球的 我们不是站在一个国家 看一个国家 不是站在你一个肉体 看一个肉体 我们是关心到了整个地球 乃至太阳系的 这么一个场性 来为这个宇宙 正一个心 为宇宙中的 140年宇宙中的生命 立一个回归 永生之命的 来立命 来正道 所以我希望 今天的分享会 把这样一个大天机 透露给你们 你们不是一般的人 我们不是一般的人 有的时候宗教 很相似 他们很多东西 特别是 但是宗教圣人 最开始的是迦牟尼 耶稣基督老子 他们在几千年前 两千多年前 所认知的宇宙实相 生命实相 是没有问题 是绝对真理 但是经过了 两千多年的传承 今天只剩下了貌似 似乎是那么回事 但是离这些祖师爷的 根本教育 根底教育 真心的教育 真心的教育 差距是特别的巨大 它不是差了一点 它的差异在哪里 就是基本上是把圣贤 两千多年前的圣贤教育 要求我们回归到自己内在去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让我们顶天立地 为天地立命 为生民立命 为天地立心 这样的一个伟大圣举 变成了一种迷信 盲目的个人崇拜 极端的个人崇拜 所以这是一种极端的错误 我们为什么要弘扬黄庭内景经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你是一个载体 你是一个什么载体 你是一个整个宇宙的载体 在你的黄庭的中心 就是宇宙的中心 你为天地立心 这个心就在你的黄庭 就在心中心 我们这个心近虚空变法界 大到没有边际的 因为大到没有边际 所以不能用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点去发力 去用 所以是圣贤 为什么我们指的这个窍 叫心中心 它就在你身体的中央中 这么一个点 你要从这一个点发力 你才有根底 你才有力气用 才有一个七十点 所以是黄庭经 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 真正的心中心 真正的真我的所在地 真主的所在地 就是这个点 从这个点上 安身立命 从这个点上 为天地正先 从这个点上 把一些所有的 偏邪的导正 这就是黄庭经的巨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这个身和宇宙 同样是一个载体 只不过我们的身体 是个小载体 宇宙是一个大载体 那么我们这个宇宙中 充满着四圣法界的圣众 充满着六道众生的众生 这是巨型宇宙 那回到我们的身体的 全息缩影的宇宙中 我们体内也有四圣法界的圣众 也有六道众生的众生众 在我们体内 这就是我们体内的千神万神 所以大阅版法界中 特别强调 文武百尊 总共文的本尊和武的本尊 总共是一百零八尊 这一百零八尊的圣者 本尊在哪里 统统在你的体内 不是在体外去寻找这文武百尊 我们在释迦牟尼的等身庙中 尼波尔的等身庙中 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一些典籍 类的一些图谱和雕塑 同样描述着身内这个世界 是一个千神万神 共生的一个生命体 《黄庭经》告诉我们 正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头顶有九宫 有九真人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四圣法界 所居住的宫殿 我们有颅脑腔 有胸腔 有下腹腔 这就是三界 我们的肚脐往下 有九大地域 我们的体内有千神万神 宇宙有多少个生命体 我们身体内就有多少个生命体 这叫全息科学 无遗异 所以古人为什么那么伟大 没有任何的望远镜 电子设备的前提下 他知道了整个宇宙的结构 因为他们研究透了自己这个身体 研究透了自己的颅脑腔 胸腔 下腹腔 研究透了自己的五脏六腑 人之世纪者 这是孔子的一句话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圣贤 讲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所有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几乎人人都可以内视自己的心肝脾肺腎 内入世起肺肝燃 两千年后的人类 我们堕落了 我们两个眼睛只剩前孔了 堕落到今天这样的低级趣味 俗物可堪的一群很实俗的人的水平 人间纷纷秀如如 秀不可闻 北见得很 堕落得很的一群人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黄庭经 觉醒过来 明白我们是很尊贵的如来种 我们要使自己的这颗如来种子 尽快地开花结果 尽快地去利益大众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棵生命树 在我们体内的生命树 古代在马王堆的时候 三千多年前出土的有一棵生命树 又叫长生树 实际就是指的你体内的 以中脉为主干的 加上七个脉轮展现的八脉道系统 和全身的七万两千条细脉的系统 的枝和叶的伸展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生命科技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通通向外追求财富 追求物质 追求名利 我们失去的向内 寻找真正的自我 寻找真正的生命的意义 我们丢失了这样的一个根本 我们误入其托 所有的圣贤出世 都是为了告诉你 你错了 你回来 回到身体内来 回到身体内 依什么而修 可以今天很准确地告诉大家 依黄庭经而修 黄庭内经经 外经经 还有一个这个 欲经经 这是黄庭三部经 但是大家不要贪多 你现在就把黄庭内经经搞好 弄通弄透 其他的中经经 外经经 这两部经 马上就通达了 很容易通达 内部通达了 外部就通达 这在大圆版修法中 叫心部 界部 也就是你体内的 内在的心部的东西搞清楚了 内界和外界的两重大天机 你就都搞明白了 大家不要想着去外面 找什么都帅陀天 到外面去找西方极乐世界 你回到自己的身内的黄庭里面去 去找你所有的本尊 去找你所有的天界 阿修罗界 人界 地狱界 畜生界 恶鬼界 就很容易 这也是黄庭内境经 引导我们要走的一条路 那么我们通过内和外的 外面的一重大天机 就是我们地球 我们生存的 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空间 在地球空间 刚才我们展示了 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 向八个方向 延伸着八条龙脉 这个龙脉没什么稀奇的 它就是两山夹着的水 水形成的水气 炼金化气 炼气化神 叫神龙 神龙见首不见尾 是两山加一水 水中生起的气 气扬出来的神龙 往东方的 大家比较清楚 它是太行山脉 这个夹着的 中间的黄河 黄河 由黄河向东 一直延伸到日本 日本猎岛 琉球猎岛 琉是琉璃 琉是琉形 就是龙珠所在地 那么我跟大家以前讲过 它在日本的富士山 解穴在日本富士山 是东龙的龙珠 兔珠所在地 也是东龙回头所在地 那么东北龙 是在两山夹着的 往中国东北方向的 大型岸岭 小型岸岭 走了以后 越过海底山 通过海底山 在太平洋海底 穿过太平洋 到达了地球的东北方 也就是到了洛基山脉 在北美美洲大地 这颗板块上面 洛基山脉是斜着 向我们的 对它的地点来讲 向着西南方延伸 说刚好从喜马拉雅山望 它那个方向看 刚好是对应着 喜马拉雅山的东北方 东北方 按照地球的先天格局 中国古人特别的有智慧 他找到了地球上的 七门吨甲的先天局 七门吨甲有后天局 因为地球上的上空的星体 在不停地变化 所以导致天迎星 地迎潮 导致地球上的 这个七门吨甲局 后天局 它是不停地变化的 也就是从后天上 升门 颈门 开门 渡门等等 八门 它是不固定的 按照一个规则 十天干的规则 它在不停地变化 十二地支的对应 它在不停地变化 但是唯有一个不变的 就是先天 奇门吨甲局 它是不变的 就是原本的地球上的 先天奇门吨甲局 这个天地怎么变 这个是不变的 就像先天八卦一样 它是不变的 在这个先天局里面 地球的升门 在东北方向 死门在西南方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豁然开朗 东北方 是地球的生气所来访 西南方是地球的死气所来访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西南方的地球 以喜马拉雅山展开的西南方向 我们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 和埃及的木乃伊 那么他们采用了死后 怎么妥善保护自己的尸体 借金字塔 灵得以身上高位空间 死后得解脱的方法 原来在古埃及 他们采用了这个死后解脱的方法 他用金字塔 用这个木乃伊 来完成这个解脱 那么对应这死门 他有个生门 那么活着的时候的解脱 能够一生成就 灵脱离地球的舒服 时空场的舒服 而回归我们原本的原生地 净土法界 这个生门 居然就是在 东北方的洛基山脉 我们去洛基山脉 看到的 从这个哥伦比亚冰原的两侧 看到了巨型山脉的拥护 青龙白虎 青龙索白虎 青龙索白虎 一队的青龙白虎 锁着的那个谷地的河水 哥伦比亚 母亲河 然后从中间穿越 从哥伦比亚冰原下来的 哥伦比亚母亲河 以至从哥伦比亚冰原 流到班府 从班府 下来流到沟登谷 从沟登谷往下流 向南方向流 流到美国 那这个就是一条巨龙 当然这个往 这个我们的西南方向流 它就是对应着 往喜马拉雅山的 这个中心流去的 流到温哥华 哥伦比亚河的分支 流向了这个太平洋 从温哥华入海 所以这个整个的气脉 顺着水就走了这样的一个路程 那么我们找到了 头部在罗伯神山 卢脑腔在哥伦比亚冰原 胸腔在班府 这个上腹腔在沟登谷 下腹腔在温哥华 那个大谷地里面 所以是我们知道 整个的这个全西的东北生龙 生门这条巨龙 我们把它的全西结构 完全展开了 那么这里面 所有的精华的所在地 在哪里 精华所在地 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 由后天反先天之本 是在脾胃 所以是在整个大山的全西的 精华堆积之处 回归之地 就是在沟登谷 这个沟登谷 它就是整个哥伦比亚 整个的这个洛基山脉的 脾和胃所在地 也是降宫 心肠从班府 穿过胸膜膜到降宫 到了沟登谷 这个地方 也就是西达浩斯所在的 一个降宫点 因为这次是冬季 我那个山下了雪以后 吉普车是上不去的 没有带着大家去看到 真正的降宫的那个心形 春天 这个我们六月份 再有一个团过去 时间会放长一点 大概放到二十到二十一天左右 那么就带大家走透一点 把那边的心肝脾肺 都走一走 然后都去全息的对应着你的这个小宇宙 内在的这个心肝脾肾肺 用大宇宙的 地球上的生门的这条龙的心肝脾肺肺 来练你内在的体内的心肝脾肺肺 那这个一生成就就会有希望 如果单纯靠大家自己在家里 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天天不出门 一年到头练到死 也没有希望一生成就 所以我们非得要借地利 为什么在《黄庭经》中告诉大家要入山修 实际上我们翻开历史 到今天我们看一看所有的成就者 没有一个是在城市修炼成功的 大部分是在以喜马拉雅山为中心的 青藏高原这个地区修炼成功 因为那个地方海拔高 然后对应着我们体内的这个黄庭 四千米的这样一个地方 比较容易修 所以在那成就的师父们很多 但是因为地球场性反复地被破坏 所以到今天的时空场 需要重新 因为刚好北极岛正 从俄罗斯的 刚才说正北方的这个龙脉 对向了北极 这个正位了以后 这个时候地球场性要重装一次 重新装一次 所以最近的这个天灾人祸是比较多的 因为大地理场性在变化 大家看到的这个火山地震 有爆发的这个几率都很高 因为地球场性在重新重组 那这个时候我们人 对应着外 大地理场性 它在重整的时候 我们人体要重新装一次软件 那这个软件 从哪里开始装 你装死的软件 还是装生的软件进去 所以我们借助这样的天时和地利 师父们点出来 给了我们这个东北生龙的黄庭点 完全展开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心 心意下功夫的地方 达摩西来吾一字 全凭心意下功夫 也就是要降功的心和脾胃的意 后天意先天意 加真意 后天心先天心加真心 最后要真心和真意合归 回到心中心那个点上去 让我们找到了黄庭 东北生龙的黄庭点 心中心的位置 当然它是在一个空不空里面 这个空不空在哪里 刚才有人分享了 他到了这个我们的那个阿派的时候 然后看到那个盐囱 然后他突然间有一种觉寿 他觉得他在这个什么地方呢 在宁波尔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盐囱 实际上我们这个带大家修炼呢 既然是要从你心中的种子 去开花结果 适应你的如来种开花结果 就不能用人这样的教人的 人教人的这样很笨的方法去教大家 所以他要突破人的智障 要教到你的心里去 教到你的灵魂伸出去 这个在我们的功夫界叫不言之教 老子的德道经中提到的不言之教 那在佛法中叫心印妙门 就直接在你的镜子上 在你的心上 在你的复印机上给你搭配过去 copy过去 不是你这个文字知道了多少 功法知道了多少 是你的心和师父相应 心和众生相应 你和搭配心相应 你和菩提心相应的时候 这些高级的东西 直接就copy给你了 不需要你去学习的 不需要你去记忆的 不需要你去背诵的 师父们只向你要一颗心而已 当你真有心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 你不知道的 当你没有心 心里面去了 他愣住了 当时警员在他身边 他跟警员说 就是这 就是这 警员愣住了 说就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就是在梦境中 我就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楼 小楼前面的这么一片空地 一模不一样 而这次我走的时候 他说师父 三号楼卖不卖 我说暂时不卖 他说我跟你说 我在正面哪也不买 我就买三号楼 就是我们阿派上面的 那个三号楼 我说暂时不卖 将来再说 说大家要知道 一个人的心 你的心有没有和众生心真正连通 真正连通了 是跨越时间和空间 你没到那个地方 实际上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颜囱 这个刚才老师讲到的 这个黄庭 在阿派这个地方 它到底在哪 它不在一个有形的地方 它就在这个空里面 这颜囱是中空的 底下是一个天房 你们看底下是黑的 黑的是一个六合体 你们知道伊斯兰 曼加朝圣 朝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叫天房的地方 天房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六合体 是个紫黑色的一个六合体 所以你才知道 伊斯兰教的圣人多么厉害 他早都发现了方寸 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回到黄庭 里面找到那点紫黑的 无云蓝天的 那个家 才是修行人真正到家了 真正到位了 真心到位了 真正在位的后面 位有个门 哗啦把它打开 推过去 让你吞那颗口水 我在《黄庭讲经》的时候 特别强调 第三章为什么叫口违章 为什么要吞唾液下去 随着那一口唾液下去 你的真心真意到了位 从位后面哗啦 打开门进去 开两肺 两个门事一打开 哗啦从那进去了 刚好在 遗藏的上方 脾胃的中间的空 那就是黄庭 那就是黄庭 那就是心电 那个地方是空的 空的对应着无云蓝天 当然它就是紫黑的 那个地方是 内圆外方 外方外面又是圆 这样不停的 内圆外方 内方外圆 不停的这样的 没有办法往小里分界 也没有办法往大里去寻找 因为它大到近虚空变法界 这才是你的无云蓝天 这才是你真正的空性正点 伊斯兰的圣众 他们在《可兰经》中记载着 一辈子你一定要去 无论如何 你要倾家荡产 卖进所有的家财 也要到卖家去朝圣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天客 就是所有伊斯兰教徒的 一生中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没有太重视 说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现在终于明白 那是你真正的家 谁能够和去了以后 通过扰 悬 能够你的心 你的真心和那个 它那个天房 能够相应 成为一体的话 你就到家了 你从那个点上就回去了 那就是我们黄庭伊点珍 伊点珍的地方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修炼 这个支派 我们也有一个圣殿 你们这一生记着 倾家荡产 也要去这个地方 去一次 现在知道在哪了吗 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就掌声一下 这张照片上的 这个黑子的这个小房子 底下冒着火的 上面是一个巨型颜团 连通到天花板的 刚好是个中文的中字 中国的中啊 中间是一个横 横是一个中脉啊 中空的啊 边上是一个六合体啊 这将是我们这个法脉 你们一生成就的天房 也是圣地 所以是 现在去还来得及 因为还能在那住去晚上 将来这个地方是住不了人的 为什么 去的人太多的时候 只能饶着他转圈 你是不可能在那住了 因为去的人太多了 这次师父们跟我讲说 加快速度 他说你要努力 要大家伙一起努力 我们现在大概统计下来 现在实修实证 真正上过课的 大课程的 有一千五百多人 那师父说五年后 会有一万人 当五年后有一万人的时候 那么再用五年 你就会达到十万人 当你再用五年 达到十万人以后的 再用后面的再五年 就会达到一百万人 没有掌声就算了 不要说等有一百万人了 就是有一万人 这个地方也不能再住人了 只能大家去了围着饶圈了 因为它实在太小 只是十几个房间 住不下那么多人 所以是该给谁住啊 所以大家只能围着饶圈了 所以是要去不要去 看你们自己的觉悟 我是不管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一个修行者 一生要干什么事 到今天你还把自己做凡夫 还两个眼睛瞪着钱在那玩 那也是你的事情 该老师什么事 老师不是没有破尽口才 不是没有引导过你们 此生遗憾的错过 那将是最大的终生憾事 所以大家要好好修 去全息地对应着 这个阿派这样的一个心中心 把它印在自己的心里面去 你们去过的 就刚才有人说 我还坐在那儿喝茶 我还住在那个温暖的小房子里面睡觉 我还没有回来 不是说你们没有回来 我这个回来倒时差 每天一醒来 说不对啊 我怎么会在新加坡呢 我还是睡在那个房子里啊 我怎么回来新加坡呢 怎么肉身一醒来 在新加坡 我不醒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房子里 心电 所以说大家这个普遍分享 你们在这个地方 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这个不是说谁的家 这是众生的家 就是你的黄庭啊 你的黄庭 所以我们从生门黄庭 当然其他龙都有黄庭 尼泊尔我也带着你们去了 他的黄庭 喜马拉雅山的黄庭 但是那个地方基本上海拔四千米 条件很糟糕 再加上他的这个高原反应 所以一般人在那是待不住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东北龙的这个黄庭 是生门的黄庭 它大概海拔在八百米 那么风景又特别美丽 没有高原反应 然后又离小镇特不近 生活又特别方便 所以这个地方 是我们此生的一个福报 是我跟你们大家享福了 沾了你们的光了 我们的一个福报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会卖 有人这个说 这个后来我们第二次去 还是第三次 宜泪说 师父有人打电话 问这个地方 要不要卖 问我们出多少钱 我们肯卖 他要买我们的这个阿白 我说你跟他讲 我们一个亿美金我也不卖 并且我不单我不卖 我们的后代子孙 都不卖这个地方 这是给所有的觉醒的人 修炼归道的地方 找家的地方 不能卖 我们不能做这个败家子 所以说我们投资这些地方 不是去为了做点酒店生意 不是单纯的为了赚钱 所以说大家呢 这个要知道 我们是真正为修道人寻找一个家 寻找一个闭关中心 寻找一个能够事半功倍 也就是你用几天时间 可以顶你几辈子修炼的地方 所以刚才大家也都分享了 中心点都在分享这个阿拍 没有分享其他的地方 我理解 为什么 这是最让大家的心安的地方 这个赶出最深的地方 那也确实是这个家的地方 虽然西达浩斯很漂亮 但是真正住过的人都知道 还是阿拍这面心安 西达浩斯在那住着 眼睛看着漂亮 但是睡 还是不如睡在阿拍那面 安神 安稳 那是场性的问题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 这是个圣地 这是你们真正去了以后 在那好好修炼的一个圣地 当然呢 也是你们中间有一些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障碍 此次没有能去得到 你们可以自己去 反正场性开在那个地方了 没有这个福报跟着团地去 你就自己去 我也交代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你们如果从OSS中心定这个房子的话 以这个网络价 你们可以上网搜 看它的价 网络价的八指 优惠我们的在即学员 这也就是说 你们可以去 有限的钱 可以多住几天 这个是为了 目的就是为了 给你们真正去体验一下家的感觉 然后在那个地方 修炼确实是 虽然加拿大很优秀 但是哪一 最整个加拿大的龙 最好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阿派这么一个点 所以是 这个其他的地方呢 当然比这个 新加坡呢 那优秀的很多 它的场性是优秀很多 包括温哥华 包括什么 但是真正最优秀的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它事半功倍 并且是 你自己去了以后 完全你的 妄念起不来 在那个地方 人是不可能有妄念和血心 人就在那 自然的就天真起来了 就刚才有一个 说了 他就满山跑 也不知道为什么跑 在那嗨 那就是那个感觉 所以大家要恢复自己的同心 刚才有几位道友在分享中 我也听了 什么人最相应 就是你在这样的地方 完全一点私心没有 一点杂念没有 完全还原成自己是个小女孩 自己是一个小婴儿 能婴儿乎 这样的心态的人 在这个地方受益是最大的 人能婴儿乎 你真正能回到那个婴儿童真 天真无邪的 无拘无数的 毫不掩饰自己的 那种状态下 你的收获是最大的 刚才有一个道友分享 他在那个地方 多卖自然的贯通 多卖的贯通 是意味着你的烦恼还通 开始 因为我们在女孩子 十四岁之前 你是多卖生 任卖将的 那么我们要想使多卖 再次的在无为状态下 无为状态就是 完全没有意念的 引导的状态下 自然的生起一股阳能 从围履进去 甚至多卖呼呼的上头脑 这是生命再造工程中 一个最难的点 如果这个点你突破了 后面的事情就特别的好做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他的分享不是家的 因为我在那没有教大家 什么任督 什么这些东西 没有教 只是在一场讲经中 他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自然变化的一个状态 所以刚才你们也注意了 就是逢是去了这次修炼之旅的人 他们比你们之前看他 都至少年轻五到十岁 最典型的就是念文先生 念文先生因为回来 我是第一次见到他 大家对他有一个印象 以前是浮肿的 面色苍老 结果现在的面容是绝对年轻十岁的他 他不是在外表的变化 他这个有一个他是反映了说 真的是骨轻了 骨里面的变化 yes 他的殊胜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真变化的时候 他是变化到你的五脏六腑的里面去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有个中心点 你的心有个中心点 你的肝有个中心点 所以你在黄庭这一点上练的时候 你真的都回到了你所有 所有的脏气的中心点里面去练了 他变化在里面在深层 在骨他就在骨髓里面 在细胞他就在细胞核里面 所以这是从内到外的一个内城外旧的一个点 他的殊胜当然就跟其他的地方是没有办法比的 那么大家要珍惜此生 为什么要珍惜此生 我年轻的时候去追随过一些师父 生活很苦 在山洞里面去那个河里挑一点水 浑浊的水 然后挣轻半天 用炭火 树枝子把它烧热 做一点半生不熟的饭吃 你们吃馒头还不爱吃的有人 那个时候有一个馒头吃 那高兴得不得了 几乎吃饭都是半生半熟的 因为那个火不好 点几火来满山洞还都是烟呛死个人 所以说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 把钱都浪费了去别的地方 不知道拿去那个地方修炼 真是太可惜 然后在那个地方 每一个人都说 哇 这次太悠闲了 太自在了 太舒适了 实际上这次的 在你们的这个整个的眼睛 看不到的世界的修炼里面 是最繁忙的一次 那你为什么觉得你很舒适 因为心安了 心安了 神就安了 所以你没觉得那么累 没觉得那么奔波 实际上在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是最累的一次 这是你们体验不到的 因为它的变化 因为它的变化不是以年月的时间 它是以极快的速度在变化 跨越时空极快的速度 在那个地方变化 所以是很殊胜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次我们在洛布森山的这个 那个地方打坐也是很殊胜的 我相信云连已经分享一些照片给你们看了 不行的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在这给你们一一的去分享 回头发到哪个群组里面 加拿大的修炼之旅的群组 你们可以都加进去 那么工作人员就把一些照片陆续的都在那个地方 或者在Facebook里面见几个群组 让大家同步的跟这个场性相应一下 罗布森山的修炼 哥伦比亚冰原 当时这个零下二十多度 所以是不敢让大家在那坐 怕你们坐着就起不来了 然后就在车上练了一会儿 那这个一样的把场性进行了连接 这个实际上大家要真的很感谢师父们 这个眼睛看不到的空间 为我们这次在那修炼是做了大量的安排 一个最奇妙的安排就是什么呢 通常在十一月份 是不可能有零下十度以下的温度出现的 那么为什么恰恰大家到了那个地方 给大家体验了一次零下十几度到零下二十多度 最低温零下二十五度的体验呢 这在功夫界有一句话是 夏恰恰三福 冬恰三九 在东北的天气 东北这个我们的加拿大这一带呢 大概是三九天 就是零下二十多度这样的一个温度 所以这在时空场上出现了一次特殊的调整 因为大家师父们都知道 你三九天不可能去了 就让你们体验了一下三九天 提前让你们练三九天 你们要相信整个神明世界 它是一个绝缘有序的一个世界 在你们是觉得都是偶中耳偶然的 就碰巧了 就是这么回事 都是碰巧 No 这个世界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万法因缘生 还从因缘灭 都有因和缘在纠缠着 是一种纠缠 这种纠缠是神和人之间的纠缠 四生法界和六道众生的纠缠 没完没了的一个纠缠 就是目的身上大家 缠着你们出离六道 脱离苦海 神明界它对我们这些众生 无论修炼和不修炼的众生 都是大慈悲的 都是给你同等的机遇的 这次这次突然来了一批要为天地立心的真正实修实证的生命者 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和空间 做了这样的安排的时候 法界是在相应你们 把应该给你们的 利用最短的时间能够帮助你们的 通通都调动 通通调动 所以你们好好送黄庭经 送好了黄庭经 把内在的神明都激活了以后 你就了解外面的神明世界 是怎么在运作的 这个由内求外 由内相应外 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想离开身体 向外去寻 神明界的东西 你是走错路了 你即便练到天眼通 你能看到一些影子 能看到外面的一些空间界的 一些神界的运作 通常你也只看到天界 天人阿修罗 你看到欲界六重天 已经看到很高了 你倒想到四界天去看 你就完全看不到东西了 所以只有向内修 修黄庭一点真 把自己的真我激活 把自己的那个太阳轮激活 把自己的那个真心激活 你和法界能够 像一块冰融在水里一样的 不二的圆融的人 你才能够同步的 通过内神明和外在的神明 一一的无缝对接 才能观到整个法界的实相 大家不要去追求什么天眼通 这些小神通 五眼六通工 我之前讲了 只有路进通 才是诸佛菩萨 诸圣者 跟普通天道 跟普通天道 神道的不同之处 其他的 连六余天的天魔 他的五眼 五通工都比佛还高 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这些 闲门外道的东西 要修就修一个原明自性的心 放光 从空性 明体 证件里显现整个法界 走这样的路 那你就知道 法界 整个的四圣法界的圣者们 没有一个舍弃众生的 都在关心着我们 我没回来新加坡的时候 同修们都在发信息 哎呀 这个到一月份以后 我们才会看到大太阳了 新加坡已经是 要穿这个亚绒服了 我想有多么严重的 这个回来就说 这个不行了 没太阳了 整天阴天下雨 结果我家女佣都知道 她这个昨天跟我说 说说 roommates Tay people said Well 他问 why 问 为什么 他说 You no come 你没回来的时候 整天 嬉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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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嬉 What you come 她是印尼女佣 英语也不好 跟我交流 就是用这种 搬掉的英语 我也听得懂的英语交流 为什么你不回来的时候 天天下雨 你回来了天天大太阳 今天大太阳 昨天大太阳 一滴雨都没有下 所以你不相信吗 天气一报不准了吗 就是一去要到一月份 才有大太阳 那他为什么就不准了 大家要知道 神明界它是不弃人的 它是不根据你人的 这些推测去走的 所以大家要把自己心中 那个太阳炼出来 以内应外的时候 内里面都是大太阳 外面它没有办法阴天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就鼓掌的 所以你们好好修炼 你们的这个太阳红 不要只修到一个月轮源 月轮源月光 你这个心境长弦 西天月的月光 只不过是太阳的一个反射 你心中的太阳 如果你的心中心 你胸膏膜下面的那个太阳 不能这个中心不能够24小时的放光 你是这个月轮是不可能24小时圆明的 说是它的光源 如来一种 你的能够光明无量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你内在的那个太阳 向外面的那个太阳的大日如来 在无时部佛光土照 这样才能真正的呼风唤雨 然后才能够使人能宏道的 来改变外在的天气状况 所以这是科学的 大家要懂得这个科学的原理 不是说你跟什么龙王打了招呼了 你跟什么 这都还是属于树类的东西 当你心中的大日如来 这个不是你的肉团心中 是你的胸膏膜下面的黄顶里面的真心 那个太阳能放光的时候 你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太阳 所以大家要知道好好修炼 不要玩 不要去追求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么借地来修炼 这是聪明人 古代的师父们 为了借地修炼 他们有的要背上一个干粮 走上几年 当时三方祖师的爸爸 他爷爷是修炼的 然后爷爷知道他的儿子成不了道 他的孙子 将来他的孙子可以成道 所以他让他的儿子 把他死了以后 烧了以后 放在一个骨灰尾里面 一个罐子里背着南下 从东北去到武当山 当时他给他儿子画了一个图 说是你到那个地方去以后 你把我的那个骨灰扔到里面 因为人走不进去 那个深山老林 那就是龙潭 就是一个 就是整个的那个 长江那条龙的龙穴 然后扔进去了 然后后来三方祖师 才在这个武当山承道 所以自古以来 没有一个师父 他要一生成就 不借地利的 除非在座的各位 还想再来 还想在六道中去选几圈 否则这一生记住 把所有的钱财 在满足自己社交 满足自己的这个 基本生活的运作的基础上 所有的钱财 投在自己成道的 这个 这条路上 你需要坐飞机 你需要坐汽车 你需要去吃去住 这个没有福报的人 还真去不了 所以大家要记住 洗财 把所有的钱财 集中起来 为一个目的 就是此生成道 此生成佛 不再入六道轮回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 当然时间的关系呢 一个点一个点的 分享就不分享了 东北龙很重要 它在哪里 就是它是一个生龙 生龙它是先天场性 唯一的一个 在心场中 它是以 它的这个心 胸膏膜上端的 这个心场性 这个 这个不是将功 是上面的这个场性 只有在 颁服这个点 它是先天格局 其他呢 我走了这个几条龙 都是后天格局 后天格局是 左青龙右白虎 后卫玄武 前朱雀 这是地球上 自然的一个 形成地球以后的 一个后天格局 但是这种格局 它修炼 要有人的 有违法 道武违法 这样的一个过程 去完成 那么对于我们 心念力不够的人 去了那边 受点益 但是益处不是很大 但是 颁服这个心场性 很独特 它借助了整个 罗际山脉的 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 在颁服镇的时候 那个蝙蝠山上面 恰好整个场性 是倒转的 就是左侧是白虎 右侧是青龙 前方是玄武 后方是朱雀 这是颁服一个 唯一一个我找到的 就是一个 先天格局的场性 这种先天格局场性 有什么好处 白虎和青龙颠倒位了 朱雀和玄武颠倒位了 它既然摆错位置了 它就要自动回归 懂不懂 我家在那边 你家在这边 咱俩走错家了 那你回你家 我回我家 他是不是就要回呀 这一回 它是一个自动回 所以回到中宫 就自然放光 青龙白虎自然放光 不然青龙是青龙 白虎是白虎 你还要把青龙白虎 牵在一块 它才放光 这样他就说 这不是我家 他要回来 那个说 这不是我家 我要回去 他们俩自动走 自动到中宫放光 朱雀和玄武的位置也到了 玄武又觉得 这个不对 我是住在那的 朱雀说 这不对 我要住在那 他俩也是倒的 也要回去 这一倒 只在其中颠倒 颠 所以说是在这个 这个扁福山 那个中宫地的时候 我给大家开了新场 就是开了中丹田的新场 那么借着那个 很多人 就进去空性了 确实是不一般 那个力量很大 力量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 他生龙的特点 就是生龙的心 原来是一个先天格局 他没有被后天影响 所以说他自动回归 阴阳放光 阴阳放光 到中央变成无量光 这样的一个光的结构 所以这条龙 是我们此生成道的 很关键的一条龙 当然有机会呢 八条龙 以及宁宝尔的中宫龙 大家都要走一走 练你身体的全息结构 但是起步 关键很重要的 经常大家要去练的 这个是我们东北龙的 这条龙 那这条龙十分巨大 它从洛基山脉发脉 这个罗布申山发脉 一直下去是 盘然着 大概是有两千公里的路程 这个一条龙 顺着那边走了两千公里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条龙 并且是它的结构很紧头 我们如果从青藏高原 到东龙入海口的话 这个它是一个 要很漫长的时间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走 东北这条生龙的时候 那么因为导时差 因为头七天 大家都是后天主观意识 配合不上的 因为你在昏沉中 所以基本上导过时差 要七天 七天再加七天的 一个先天术 十四天是一个 很好的修炼的时间 当然夏天 因为我们要练的戏 最好是再加一个七天 所以21天的闭关 在整个这个柔极山脉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六月 已经确定了 六月的这个 我们会在那闭关21天 那么当然你们知道 信息的就抓紧时间报名 因为我们的接待能力是有限的 因为不是说你到五月底再报名 还有房子给你 确实是到六月份开始 那个地方就进入旺季了 到七月份更是旺季 七八九三个月更是旺季了 所以那么六月 我们是基本上把阿派跟西大号斯都锁了 是留给你们的 当然我们在观察 如果是在四月份之前 没有多少人要去 我们就把房子要放出去了 因为旺季还是一个赚钱 很好的一个季节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呢 如果是有人要去 就提前跟工作人员打个招呼 我们好统计人数 那么预留房间 如果是说去的人不多 我们就把房间放掉 给这个外来的游客去使用了 那么这个如果是 当然报的人数太多 我们也要截止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房子给大家 没有那么多的床位给大家 所以是这个是你们相互传一下 这个消息传一下 那么在六月份要去的抓紧时间顶 我们在明年的冬季 东岭营还有一个营也要去 跟今年的时间差不多 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中旬 大概也是要准备二十天 因为这次十四天还是觉得有点赶 有点赶 虽然那个有一些地方不能去 但是我们有一些地方 比方说洛布森山 我们是不是能待两到三天 那就效果会更好一点 那不会像这样的只是待了一个晚上 所以说我们也是大概准备二十天的时间 那么就是 所以也是可以订的 你就是夏天不能去 你冬天去 也要提前订房 因为我们的西达House呢 特别受欢迎 就是在今年的淡季 几乎都没有空房 只是有几天的空房 几间空房 那么基本上 它那个地方是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 所以是 那么几乎一年四季都是满的 都是满的 所以是大家如果不去 我们就提前开放给游客去使用那个房子 如果我们的人去 我们就是闭关中心 我们自己用 不再向外面出售 所以是这个 你们配合一下工作 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时间 你们认识的人之间也传播一下 这两个季节可以提前定一下 你这个有意向的可以提前定 也不需要你现在交钱 将来临时有问题你再说了 但是你不要说 反正是不那个 我就先站上再说 到时你又浪费了资源 就很可惜 大家慎重地去考虑一下 另外呢 我们在西达House那边呢 我们是当时是有九套房子 我们是准备着 因为有些投资者参与 我们是准备兑现一些 把它卖了 但是这个 经过这次时空的调整以后 师父们是不允许 卖西达House的房子 那么对于有一些 想购买西达House的房子 因为我们大概卖了六套出去了 就是总共是九套房子 然后六套都被人订购了 但是现在我们是决定不卖了 决定不卖了呢 这个对于想买的人呢 你们有意向买的 我们会在阿派那个地方 也就是在对面 我们的黄亭那个周围 我们有三十三亿亩地 所以明天开始 我们准备启动五到十间 独立式的房子 开始构建 开始这个 我们准备就是利用现有的 三十三亿亩地 再开发这个五到十间房子 这根据我们募集的资金 大概一套房子的 我们需要投入的资金是五十万 家底 就是连所有的设备连 那么我们这次在安排做的是 跟西达House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配备的是五星级的 就是那个斯巴浴缸都配上的 独立式的有隐私的 就跟西达House一样建筑的 大概不同户型 这个户型小的呢 大概也就七八十万 你们就能买一套 户型大的可能要一百四十万 到一百五十万 新币啊 我说的是新币 给你们好计算 就是户型小跟户型大 是不一样的 户型大的我们是准备 开发两层的 就是像西达House有一间 它是有两个门的 两个门进出的 就是等于说你买一套房子 是有两 一栋房子有两个门进出 可以租两套出去 两套浴缸 两套设备 但是是一个整体建筑 有两个门 你如果去的人多 你可以自己使用 你去的人少 你可以自用一个 同时还在租一个 新开发的我们不是房地产 跟大家讲清楚 是永久地气 产权是属于你的 但是我们是酒店 就是利用西达House的品牌 开发的酒店模式 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你买了一个 五星级酒店里的一个独立室 是这么一个概念 你不去的时候 那个房子照样的往外租 为什么我们急于开发 五到十套出来 因为西达House 现在房子没有了嘛 旺季啊 你这个 他们不连续定五天的 我们是不给他的 就这样一开 也都在整个的 最旺的时候的八月份 几乎现在已经没几间房了 因为他们特别喜欢 就是你要连续定五天 才能拿到房子 你定一天的房子 我还不给你 所以是既然他的房子 不够用了 我们将来又要 有那么多人在那修炼 所以我们就开发 开发的不是房地产 是酒店 就是跟西达House 一模一样的五星级酒店 那么你买的是 就是你自己拿着旅行箱 进去住就行了 锅碗瓢盆 所有的床上用品 所有的备用 就跟西达House一样 就是完全都配备在里面了 算价给你 你买的是永久地气 永远产权 那么鼓励你们联合买 有些人钱不多 你也不是一年到头 要住在那 所以你们可以三个人 四个人凑钱买一套 你们轮着去住吧 轮着去住一年到头 那不住的时候 他在给你赚钱 我们有信心 在开发十套的话 西达House的房子 还是不够用 也就是西达House二 十套房子 开发出来 那么还会是满的 还会是满的 那么将来目标是什么 目标我们是在 整个沟登谷 大概我们是准备 每天的接待能力 能够达到一千人的 每天的接待能力 能达到一千人的水平 就是我们这个集团会在 整个沟登谷再收购土地 围着这个黄庭点周围 再进行建设 能够接待一千人的这个水平 同时呢 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会建养老院 康复中心 还有墓地 我已经物色好一块土地 在它的后方 是可以做灵源 做墓地的 我们的墓地呢 不准备卖 是跟养老配套的 也就是说 你在养老中 你想留在那儿 把身体留在那儿 不带回来 就直接使用墓地 是免费的 就是提前可以预购那个墓地 但是不要钱 就是你参与 这个养老计划的人 是不要钱的 就让大家死得起 不要说死了 我还死不起 我还要买 花多少钱 再买一块墓地 养老系统 我们是准备这样做 借今天的机会呢 也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修行人 要置生死于度外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 引导的平台 首先要管你的生死 就是不要说 不管大家的生死和衰老 到老了 一定要有人养你 这个当然现在到老了 不能靠儿女 特别在新加坡人 更不能靠儿女 儿女都很辛苦 所以老了靠自己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在全球 建三百个点 我们的目的是 给大家提供一个 在晚年在环球中修炼 就是你环游着地球 我们的九大龙脉 将来都有养老院 也就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不退休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很防茫的人 但是你一旦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退休 你还剩二十年 你干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把后二十年三十年 这个的时间 投入到一生成就里面去 也就是你的人生的 儿女的事情 你都了了 那你剩的二三十年 我们有这么好的系统 技术方法 这么好的地零点 你只要心到位了 不自私 我们会有一大批的人成就 所以我们为这些修行者 修炼者做准备 那么也就是老了 年轻你们没有时间 去环球旅行 老了是让你们大家 去环球旅行 就是在全世界 你想去的地方 我们都有养老院 都有康复中心 都有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 目的来照顾你们 那么并且是我们自己的团队 在照顾你们 这样你可以 儿女没时间陪你的时候 你可以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走遍全世界 那么选择一个适合自己 中老的地方去待下来 去修炼 那么这个我们就叫环球 老年旅行养老 就是 这是欧美人都是走这个路子 他们到老了才去环球旅游 你到世界各地看 老头老太太 很多都是欧美人 华人都是在家里等死 人家是全世界去旅游观光 但是他们很危险 因为他们年纪大了 儿女又不在身边 我们这个想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给大家配上服务 配上这个团队服务 像我们你到了西大厚子 到了安排 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那 给你做饭吃 照顾你的起居 照顾你的人身安全 引导你去班安福 引导你去哥伦比亚冰园 去练上几天 那么基本上我们是走这个养老 我想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养老 不是说把大家关在老人院 大家在那里望我 我看你说你什么时间死 那个问说你什么时间死 那就没有意思了 大家都在那等死院了 我们还是趁着自己还能走动 还能修炼 大家彼此修炼 最后呢 希望都像古人那个样 遇知时日 说哎呀 你们明天给我送行 后天我要驾回西川 我就是要走了 飞升 我要去阿弥陀佛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能遇知时日 潇洒自在着走 没有痛苦着走 所以我们的目的呢 这是一大愿望 也是可以实施的 所以我们先从 沟登古这建设起来 也就是春节过后 你们如果还有闲钱的话 也希望投资回来 那么再进行的投资 我们不是买地了 我们是建五到十套 这个独立式的房子 大概我们根据资金 如果资金少 我们就先做五套 资金够我们就做十套 是明年有这个计划 那就是五十万一套吧 那么我们已经在做规划了 都规划了 明年就准备开始动工 在那边开始 这个这样的一个投资建设了 当然呢 你们也可以联合预购 预购 到时候我们的图纸出来 可以先卖图纸给你们 是个谁要一号房 谁要二号房 那么中间也可以 你需要一些风水布局 需要一些你自己的因素在里面 也可以考虑 帮你们改造成 你们自己喜欢的房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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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